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自从嫦娥六号以31马赫的速度 为我们带回了月球土特产之后 据说我爽哥 在联合国的坐姿就变成了这样 可能大家对31马赫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找找感觉 首先是这个孙悟空的最高时速 大概就是27马赫 塞罗奥特曼大概是7马赫 爱国者防空导弹大概是6马赫 波音747克机 在机舱门不掉下来的情况之下 大概最快能达到1马赫的速度 我们普通人的步行速度 大概是0.005马赫 而拜登登 他的步行速度 大概是0.00001马赫 您各位不要看老头走得慢 但他能走进每一位民主党人的心坎里 老头每一次坚定走向总统大位的步伐 就像是踩在每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的前列线上 老头让每一个蛋疼的民主党人既羞耻又无奈 我想这应该就是拜登登的一小步 漂亮国普接的一大步吧 根据最新的民调 在那场惨不认睹的辩论之后 拜登登的支持率犹如腹泻一般狂泻不止 民主党内呼吁拜登登退出选举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 但有趣的是 拜登登的支持率暴跌 并没有转化为川宝更高的支持率 这其实也就从侧面证明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察 那就是漂亮国老百姓 对这俩老头其实都挺腻味的 这就好比你非逼着老百姓 在两坨响里挑出一坨自己心仪的响 那玩意儿它如果都能被叫做民主 那么这种民主显然是反人类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登的失败 无法转化为川宝更大的胜利 因为大部分正常的人类都跟我一样嘛 我们无法在厌弃一坨响的同时 却因为另一坨响的形状更加精美 而对它产生别样的倾诉 好好臣妾做不到啊 根据漂亮国媒体的报道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一群关注国家安全的温和派民主党众议员 起草了一封信 敦促拜登登尽快退出选举 亲民主党的彭博社也发文称 有数十名民主党议员正在私下考虑 签署一封要求拜登登退位的联名信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您各位留意新闻的话 就会发现共和党那边出奇的安静 居然没有人拿辩论这件事来做什么文章 这恐怕就是因为现在最想把拜登登送走的 其实并不是共和党 而是民主党内的几乎每一个人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就连米老鼠都来背刺拜登登了 根据路透社7月4日的报道 迪士尼公司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表示 如果拜登登不退出2024年大选 他将停止向民主党捐款 熟悉美式民主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选举当中钱比民重要得多 如果民主党的其他选助者也学迪士尼 那拜登登就真的不用选了 毕竟在今天的美式选举游戏当中 如果没有金主爸爸们的呵护 就算华盛顿诈尸还魂来参选 他也得哭着再躺回去 拜登登和川宝的那场辩论 我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 真的是有一阵悲凉袭上心头 可能是因为我目睹了一个老人的暮年 可以有多么的悲凉 也可能是因为我目睹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暮年 可以有多么的荒唐 堂堂漂亮国号称人类的灯塔 现在不光灯泡不亮了 他也到了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居然只能在一个犯罪分子和一个老年痴呆之间 去挑一个国家元首出来 这是何其讽刺的一件事啊 当然了 如果非要找一下两个老头身上 作为候选人的闪光点也不是不行 就比方说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至少川宝从不拖欠嫖资 而拜登登显然已经嫖不动了嘛 已经从根上就断掉了日后犯此类错误的可能 但是小弟弟我以为 拜登登作为总统最大的败笔 也就是在于他没有早一点断掉他那个根 于是就造成了亨特登登这个足以载入漂亮国史册的旷世悲剧 我倒不是说亨特登登干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有多么的离谱 而是拜登登登 在法院已经判定亨特登登存在违法行为之后 这位漂亮国的现任总统居然说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我当时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脑海里面就俩字昏溃 法律这件事情对漂亮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您各位要知道这是一个由奴隶主和大农场主所组成的国家 这是一群体面的流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这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 没有法律的约束 这个国家连统一都无法维持 但今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居然公开表示 对自己违法犯罪的儿子感到骄傲 拜登登的这种做法甚至比川宝动员妈嘎们 去国会山制造美丽风景线还要恶劣百倍 因为法律至少还可以制裁川宝 但拜登登两句话就否认了法律在这个国家的权威性 纵观人类历史 每一个正在崩溃的帝国都无一例外会具备以下这些特点 首当其冲的那自然就是党争 然后就是过度军事扩张蛮横无理 最后导致国家债台高筑 精英阶层腐败不堪 社会撕裂文化颓废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漂亮国 这些症状它几乎一个都不拉 所以这可能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今天的漂亮国就跟历史上所有处于默契的帝国一样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愚蠢和腐朽 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撕咬 我用恶斗这个词来形容 都不足以描述双方的无所不用其极 还有他们的没有底线 为了用司法去迫害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个国家的一个地方法院 居然可以延长对性侵案件的追溯期 而这个延长后的追溯期 刚刚好就能覆盖川宝的案子 而这个延长追溯期的做法 只实施一年 一年之后一切恢复照旧 您各位就说这种玩法 它跟法律还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玩法在发展下去 我觉得他们就可以直接立法 法律可以规定 只要曾经担任过总统 并且想要再次参选 而且碰巧这个人就叫川宝的话 那么作为三军统帅的现任总统 就可以直接派海豹突击队剿灭之 然后丢进大海和拉灯作伴 您各位以为这就是今天漂亮国司法的吉祥了吗 这还不是最愚蠢的地方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 比我岁数都大的这个所谓性侵案 在连一条蓝裙子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仅凭间接证据和口供就开庭了 我都不知道法院为什么会受理这样的案件 而最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最后川宝的罪名是诽谤 那么这个诽谤的罪名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女方说川宝性侵了他 然后川宝说你胡说八道 就你这长相压根就不是我的菜 然后女方就认为川宝的话侮辱到了他的长相 于是纽约地方法院就判处川宝诽谤罪名成立 并需要支付女方千万美元的罚款 我记得当时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堪称人类文明场合中少有的奇葩 文章说在庭审阶段 女方一直被问到 你既然是被强迫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呼救 你为什么不叫呢 然后女方的回答是 不管我叫没叫 她都信情了我 我一下就想起了那部傻帽电影 为何不怕 不怕 就是不怕 现在就变成了为何不叫 不叫就是不叫嘛 然后纽约时报就以一种极其刁钻的角度 深刻反思了一波 她非常痛心的问自己 还有她的读者们 为什么在涉及性暴力受害者的时候 这些老问题会如此的根深蒂固 能提出这种问题的 一看就是还没有步入婚姻殿堂的小年轻 对这个世界的险恶毫无认知 根据路边社的不完全统计 所有的老婆大人们在婚后 至少每年都会产生一次 真真切切的渴望 渴望把老公直接送走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老问题 保护我们这些男性 那我估计 我们这辈子至少都得入狱一次 这个婚后生活才能算是完整的 我们的川宝 在面对民主党如此无底线的追杀后 他居然还反杀了 你就说这民主党得多废吧 当然了 这也得怪他自己 无底线的去怂恿妈嘎们 制造美丽风景线 当时女古神佩洛西差点被活捉 那你说民主党能放过你吗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默认 川宝将再次回宫 世界格局将再一次发生逆转 而川宝大概率又会把漂亮国 带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孤立主义老鹿 全世界将不得不再一次陷入 暂时的混乱 今天漂亮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就跟所有帝国末期一样 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而且往往这种财政危机是不可逆的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联储的老报 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会议上发言称 我们目前的债务水平是完全可持续的 但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这句话太妙了 我稍微帮大家翻译一下 他其实就是在说 在死之前我们都还活着 你要是没有这点语言功底 你还真驾驭不了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 那么老报口中的这个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根据漂亮国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 漂亮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9万亿美元 占GDP的比例是7% 高于2月份时的预测 到了2034年 漂亮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将达到惊人的122% 与此同时高达34.8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每年将至少产生高达1.7万亿美元的利息 您各位知道1.7万亿美元是个啥概念吗 差不多就是漂亮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这种债务水平叫做可持续的 那么现代经济学应该去死 它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所有经济学家都应该刨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因为他们除了充当肥料以外 一无是出 那么老报说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美股成为了漂亮国经济的主轴 而7家最大的公司成了美股的主轴 而这7家公司股价的涨跌 几乎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缩阔同步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今天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完全依赖于债务的增加 今天的漂亮国经济完全由债务推动 拜登的政府说 他既要缩表还要经济增长 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他们只能选择一样 而不幸的是 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或者是其他任何什么人 他们的政策都将会包含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 去支撑资产泡沫的价格 所以说漂亮国对这条道路的路径依赖 已经到了机重难返的地步 今天美股七朵金花之一的亚马逊 他的老板贝索斯 在亚马逊市值刚刚突破两万亿美元大关之后 突然宣布 他将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亚马逊股票 顺便一提 他今年已经累计出售了价值 超过134亿美元的股票 怎么样 好玩吧 在股市一片欢腾的时候 亚马逊老板居然抛售自家公司的股票 与此同时 另一名亚马逊高管从今年4月份开始 已经抛售了该公司超过300万美元的股票 如果今天的美股真的是高收益的 是安全的 是值得投资的 那你觉得这些人跑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多投资界的大佬 现在都手握现金观望 或者干脆去买地买农田呢 难道是因为他们嫌自己赚钱赚的太多了吗 拜登登这次辩论的糟糕表现 不仅让民主党人痛苦万分 就连那些和漂亮国站在一起的国家 也开始在风中凌乱 心态第一个炸掉的 那肯定就是乌克兰了 小泽连斯基在辩论一结束之后 马上就表示 如果船宝知道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他应该现在就告诉我们 如果乌克兰独立面临风险 如果我们可能失去国家地位 我们希望为此做好准备 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姑且先不去揣摩小泽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心情究竟有多么的哀怨 但就他这个提问的方式 就是明显没有把拜登登当人看 你想啊 现任总统还没有退位 你就跑去问川宝 要如何结束俄乌战争 就对拜登登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这完全就是骑在脖子上拉利己啊 但我其实很理解小泽的心情 您各位想想看嘛 如果不是拜登登上台忽悠小泽去作死 乌克兰至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不知道您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时小泽和川宝有一张合影 从小泽的表情中我们不难看出 当时的川宝是并没有把他当人来看待的 但好在那个时候受辱的只有小泽一个人 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整个国家被打得直立破碎 一直到今天 我看到互联网上还有一帮小可爱 用非常简陋的逻辑 去抹黑我们这些用比较客观态度 来看待俄乌战争的人 我说乌克兰应该同俄罗斯和谈 这帮小可爱就会跳出来说 那你怎么不觉得当年汪金卫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呢 我从来不觉得乌克兰人现在跟俄罗斯在那里死磕 有什么问题 这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权利 我一直以来所反对的 是希子总统的作死行为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 1940年初芬兰英勇抵抗着来自苏联的进攻 但毕竟双方总体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所以芬兰方面的死伤非常惨重 这个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当时苏联投入苏芬战场的兵力当中 有数以千计的坦克 现代化的战斗机和现代火炮 以及装备精良的步兵 而芬兰方面几乎没有坦克 更没有现代化的战机 没有现代化的火炮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防空手段 而且最糟糕的是 他们连足够的弹药都没有 当时芬兰士兵所接到的命令是 为了节省弹药 在苏联军队靠的足够进之前 不准开火 当时的芬兰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就跟今天的乌克兰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有一点二万名志愿军 去了前线帮助芬兰作战 一些国家还送来了装备 但这一点二万人当中 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 成体系的军事训练的 这帮人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而送来的装备 那就更惨不忍睹了 就跟今天的乌克兰一样 拿到的都是一些已经淘汰的垃圾 曾经就有一位芬兰的老兵 吐槽过意大利送来的火炮 他说那种火炮 原本只需要配备一名观察手 和一名射手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意大利人送来的 产与一战时期的那种火炮 在减轻后座力方面的设计 实在是不怎么样 所以芬兰军队当时 在使用这种火炮的时候 需要配备两名观察手 一名观察手 需要负责观察弹壳掉落的位置 还有一名观察手 需要站在炮的后面 负责追踪这门炮 在开火之后会跑去哪里 当时芬兰人向所有友好国家求救 但那些国家都担心 被卷入与苏联的直接战争 所以纷纷拒绝 到了1940年2月底 筋疲力尽的芬兰实在是没有办法 于是只能寻求与苏联和谈 但就在这个时候 英国和法国突然跳出来 敦促芬兰顶住压力 继续和苏联死磕 并承诺将向芬兰提供 充足的军事援助 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 就叫做 坚定地与芬兰站在一起 时任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蒂 还向芬兰发出过一份紧急电报 他承诺在三月底之前 将向芬兰派出五万名法国援兵 一百架轰炸机 也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都可以飞去支援芬兰 同时这老兄还说 已经和挪威还有瑞典 这俩小老弟谈妥了 到时候援军就会从他们家里过境 你想啊 芬兰在那种情况之下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又瞬间有了希望 于是芬兰军队就继续英勇作战 数以万计的士兵 为保卫国家死在了战场上 那么后来情况怎么样了呢 我简半截说吧 英国人后来公开承认 达拉蒂提出的条件 只不过就是一场骗局 挪威和瑞典也从来没有同意过 让法国的援兵进入自己的领土 至于什么100架轰炸机 那纯粹就是扯淡 由于芬兰错过了最初的和谈机会 后来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 变得更加苛刻 两次苏芬战争 让芬兰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而在1945年之后 芬兰走上了巴西维基吉科宁路线 简单来说 就是芬兰认识到了 自己是一个小国 它不能期待从西方盟友那里 得到任何帮助 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 并且实时把它放在心上 打那开始 芬兰就一直小心维护着 自己与苏联 以及后来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不断加强 自己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正是芬兰领导者这种实事求是 英勇无畏 但绝不作死的处事风格 让这个国家获得了安定 也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让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 一跃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 芬兰在过去很长那段时间里 都是漂亮国媒体嘲笑的对象 纽约时报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芬兰话 就是说像芬兰人那样 对俄罗斯人非常非常的怂 但就像是吉克宁总统说的那样 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 并非是绝对的 无需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 是不存在的 您各位在想想小泽之前的 极其幼稚可笑的言论 他说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可以加入任何 他想要加入的组织 太愚蠢了 在芬兰小心平衡自己与苏联 还有西方关系的日子里 苏联对他的威胁远比 今天俄罗斯对他的威胁 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但即便是在冷战期间 芬兰也一直处在安全的位置 深受苏联的信任 可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芬兰居然在漂亮国的忽悠之下 掐入了北约 这绝对是一个蠢到不能再蠢的决定 真的老祖宗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 从公开的新闻中我们就能看到 芬兰在事后又积极寻求 与俄罗斯恢复联系 又是外长秘密访问 又是恢复两个边境口岸的联系 但是互信已经被打破了 芬兰这个草率的决定 怕是已经给下一场冲突 卖下了伏笔 不知道芬兰领导人 在看完拜登登的那场辩论之后 会不会想抽自己一巴掌 怎么就被这么个老年痴呆 给忽悠着干了一件 违反祖宗智慧的蠢事呢 最近另外一个跳得比较高的蠢货 菲律宾 在拜登登辩论会之后 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根据联合早报7月4日的报道 菲律宾军方表示 部署在菲律宾用于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 漂亮国中程导弹系统将撤出菲律宾 我不太确定这两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 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一件事 也挺有意思的 部署导弹这件事 其实就是中非两国关系 迅速恶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小马克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拜登登的威逼利诱之下 跑来跟中国花式作死 但是现在菲律宾看到川宝回宫的可能性 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而他们心里也清楚 川宝为了菲律宾去跟中国死磕的概率 无限接近于零 所以菲律宾方面在这个时候 释放出一些善意的信号 把导弹弄走 也是恢复理智的表现吧 总而言之 随着这个老年痴呆的选情越来越不利 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就比方说曾经有那么一个人 夸奖拜登登 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 在全球疫苗分配问题上 对全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他带领漂亮国重返了巴黎协定 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在机器峰会上 他更是夸奖拜登登 促进了全球经济合作 并改善了全球供应链 这个人就叫做斯纳克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都听不下去了 就在今天 这哥们终于是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 辞去了英国首相一致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错误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 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